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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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8日 是期止結算日 今天的期止結算應該是相對的低位來結算的 因為所升的板塊 都有些是小的板塊 對於這個指數的帶動是沒甚麼的 重要的板塊 例如起半導體 保險 銀行 地產 汽車 全部都是起跌的範疇